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做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动力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 这种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性为主而所造的 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啊哦哦哦哦哦 日日热培读 我 iجi. 主要你 又对水来俩 命连人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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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啊就是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十方诸佛菩萨的这回重提啊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能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务必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点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佛长就是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第三个人上呀 一集当中没有分较 从来没有分较 从来没有分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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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地位也好 财产也好 或者是一些名声等等 一个人最终四季 也并不是说是有些人杀杀的 已经痴呆了 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这种 如果他去求的话 应该是有这种能力的 但是他已经有满足感了 即使这件事情没有成功 或者他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已经喜满意足了 就不再去求了 这个时候这个人的福报 这个人的快乐 这个人的幸福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非常的快乐 什么时候到达了无所求的境界 这就是真的一个人的享受 所以按照这个佛教的内容 尤其是这个小乘里面的一些教言来讲 就是人的这种满足 或者说是这个少欲 就是不贪咒 这一点就是一种生者的境界 叙事论诗里面也说了 就是生者有四种重心的人 第一个就是以这个斐勃的法义来满足 就是以斐勃的法义满足 然后第二个就是以这个斐勃而满足 然后第三个是坚路的创踏而满足 然后欢喜闻思修行 那么这四者可以说是 生者的这种四种重心的象征 也就是说是无贪的 无求的一种境界 但是到底是什么叫做自主 什么叫做少欲呢 可能有些人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记得《涅槃经》里面说是 少欲者不求不取 自主者得少不悔恨 就是这个教言 我觉得大家应该记住 就是什么叫少欲者呢 也就是说 你自己对任何的这种所求的法 就是没有特别的这种要求 到一定的之后随缘而转 什么叫做自主者呢 你即使得不到你的所求 在那个时候也心里面 并不是很后悔的 所以大家自己在修行的时候 应该时时刻刻地观察 在这里面就是说 如果我们贪图 增长贪心 对自己的身体过于去贪执的话 那快乐也不会有的 然后呢 我们的修行也不会成功的 最后呢 也说是任何一个人 到了不知悦意的这种事物 就像什么佛字心里面所讲的那样 当我们见到一些 特别伤心悦目的一些对境的时候呢 把它看着无有失智的 像夏天的彩虹一样来对待也好 或者呢 看见任何一个外在的人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事物啊 在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什么所求 也没有什么去援引 去执着的 其实你一旦真正到达了 没有什么可贪执的事物 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获得了最高的 应该说是最妙的一种财产啊 比如说 你这个身上没有这个分文 但是呢 你就是在所求当中 没有什么可所求的 已经到达这样的时候 你真正是成了富翁的 只要是世间当中 我们有了自主少欲的财富的话 这是世间当中 所有的财富里面最深的 罗蒙菩萨在《亲友书》里面也说了 就是佛福一切财产中 自主来为最殊胜 而且所有的财产当中的话呢 蒙的这个自主是非常殊胜的 十国应当 自主 自主无财 正富翁 就是作为自主的话呢 没有这个财富也是真正的这个富翁 哦 嗯 大概是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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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他的物质的成分方面来讲 应该说没有什么差别 原来也是皮肤 乳 骨头 然后内脏 就是只有这些 而死完了之后的话 也依然是这些 所以米拉里巴尊者也说了 就是我们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石头林啊或者是一些火董场的这个尸体啊 看了以后的话 大家都是特别害怕 其实呢 就是我们如果你稍加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颗身体 所以呢 就应该说说它是特别的这种可怕 对于是特别的那种可怕马鎚的那种可怕 有一点 bot花吃的那种不怕 就已经能看上去 这种可怕理解的那种可怕 全て这种可怕的那种可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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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是无情无 就是动都不能动的 只有依靠心的这种前动力 就是身体呢 就是走路啊 说话啊 或者是一些睡觉啊 等等 就是这些行动呢 就是可以行持的 所以身体本来呢 就是跟石头里面的 石头里面的这个尸体啊 没有任何这个差别的 就是只是依靠这个行事 和依靠一些风和因缘呢 只不过暂时呢 就是做这个起始而已 就是现象这个起始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这个身体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可谈的 就是这是第二个原因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身体的最后啊 就是就活化场里面 就是活化的时候呢 变成一堆灰 就是除了一堆灰以外呢 就没有的 所以就是依靠这几种原因呢 我们为什么要就是 叛着这个身体啊 人人都就觉得是 就是对这个身体呢 就是特别的去执着呢 其实就是没有用的 龙龙菩萨也说了 就是神积入灰 甘积醉 终究不尽无视之 终究不尽无视之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身体的最后的边界呢 就像是如灰尘一样的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 有些呢就是干涸的 有些呢就是慢慢慢慢就变成了 这个一些这个微尘啊 就是最后呢就是就消失了 所以身体这样的这个不经物呢 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实质 大家这样特别的这个贪着呢 真的是啊 没有用 就是依靠这样的这个身家呢 就是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都是应该是很好的 有时候看到呢 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啊 就是就怎么说啊 就是有一种这个价值呢 就是依靠它来这个学习佛法 在这个这个コunic里这边 是就像来自然的 然后就能演出了 就想让我先讲 mergers 这个拜计不动的 这个人给我们来讲 就像来自然的 一些联系人 是号码了 就像来自然之一样的 一样推荐的 是来自然之一样的 但是这段东西 这段东西 什么 然后接控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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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本书 近世语 就是那里面说是 总神有烦恼 是因为是我指的关系 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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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的这种不经身体 感谢观看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就是我们平时如果有这样的状态当中安住的话 这是很好的 就是佛经当中 佛经当中也说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太过于的贪执人或者是这个事物 我们也不要过于的严恶或者是讨厌任何一个事物 其实心对任何一个事物有一个平补人的状态 这是很好所以我们应该想到知道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 从生意的角度来讲当然是空性的 从明言的角度来讲 像以前是空性的 像是空性的 像我们的这个贴水就是铁的这个液体呢 你暂时放着的话呢 就是一会儿就变成固体了 它永远也不可能就是永远的这种液体一样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身体呢 在明言当中呢 应该说是它是痛苦的本性 在《中观四百论》当中 大家也应该清楚就是 就是常 敬我 乐 凡夫人呢就是所执着的 特别可怕的这种四种颠倒 可是我们许计多多的人 没有学过大乘佛教的话呢 就觉得是 身体是真正存在的 然后别人所贪执的这个对境呢 是干净的 常有的 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颠倒 一旦我们通过这个闻思修行以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迷乱的这个眼障呢 就出开 然后真正能见到了一切事物的明言的真相 和顺意的真相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希望前会发现得 зап当词的 更多是我们的顺意之后的 我们的这个平台才能猜中的颜值 解开 最大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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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